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选战斗数18天 稍后两点钟 第二场的总统候选人 证件发表会即将登场 我们稍后两点钟 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收看 好 这一回赖猴柯三个人再度交锋 上一回合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其实这个蓝绿的攻防是非常激烈的 而柯文哲则是中规中矩 比较没有炮火的阿贝 听说这一回要改变战略咯 柯伴今天早上透露 柯文哲这次不排除主动攻击 好 打选战确实要有攻有守 但是一旦打过头 很有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好 蓝颖狂打赖清德万里老家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的是最新出炉的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赖清德来到百分之三十八点九 而侯康佩本来是一度紧咬 结果现在已经被甩开了 支持度跌破三成 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四 大幅落后赖消费将近十个百分点 而柯文哲最近则是一直在这个十七十八%左右徘徊 并没有太过明显的变动 好 那么今天三组候选人的房地产问题 包括赖清德万里老家 洪友宜家族的凯旋苑 还有柯文哲农地停车场 会不会成为三方伯伙的重点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观察 好 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从我右手边开始 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同时也是民进党翻译人 卓冠婷 孟起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陈伟杰 孟起好 各位观众午安 稍后呢 还会有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以及民进党立法委员郑运鹏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在这个总统电视证件发表会登场之前 我要先来请教一下冠婷 因为其实稍早已经抽签了 等一下的这个发言顺序 分别是柯侯赖 柯文哲拿下第一棒 这个第一个上场发言的顺序 那么紧接着是侯友宜 而接下来最后压轴的是赖清德 其实冠婷因为上一次第一场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个攻击的活力 很明显在蓝绿 柯文哲好像有被边缘化 人家这次战术有调整 那赖清德阵营这边呢 不要调整嘛 柯文哲上一次整个证件发表会完之后 阿贝的粉丝们都讲说 你看 只有我们的柯文哲在讲政策 我看到很多人这样留言 怎么今天又改口了 刚刚柯文哲呢 在进入这个证件发表会之前 对面就讲说 柯文哲办公室透露 今天的证件会不排除主动攻击 不是嘛 大家讲什么社会有个攻断 其实从起到现在 所有的总统副总统的证件发表会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既讲政见 也针对人民关心的时事进行回应 当然会有一些攻防的点 比方说 赖清德面对蓝银跟白银 这造谣抹黑 当然要反击啊 然后呢 那侯友宜在上一次 很明显是锁定赖清德打 侯友宜呢 整场活动 整场政见发表会 基本上好像没什么提到柯文哲 所以上一次以结论来讲 蓝的说 侯友宜表现最好 绿的说赖清德表现最好 但是呢 看法不一样 但是都有个公司都觉得 表现最差的是柯文哲啦 上一次哦 尤其是当赖清德突然抛输 在第二次发言的时候 突然讲出了 这个万里的公僚 这个老家 被政治操作到集团这个老家 愿意进行公益信托的时候 接到柯文哲一讲话 很明显柯文哲方寸大乱 嗯 他完全没有回 不知道怎么回应啊 然后呢 当你进一步赖清德问说 那柯文哲 你的这个违法的农地 租给别人在停车场 钱要不要捐出来 你这个土地要不要突出来 哦 直接攻击要捐的时候 柯文哲是无法招架的 所以这也才为什么 刚刚柯文哲的办公室 对媒体讲说 我们不排除主动攻击 但是还是以政见为主 这就代表说 上一次的策略来说 柯文哲他在这场辩论会 上次并没有得分 那再来第二个 我也要讲一下 因为辩论会嘛 一定或者是所谓的 政见发表会 对于现状 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我讲的现状是什么 其实是民调 最近最新的民调 发现一个状况 当赖清德在上一次的 电视政见发表会完了之后 我们整体的团队 或者是我们的支持者 反手为攻 对 很明显 气势非常不一样 比方说 侯友宜 你的大群馆 你的凯旋苑 你赚了多少钱 你赚了多少钱 你拆了多少个门牌 你变成是 这些学生的吸血鬼 这个角度 你看到 这个攻防中 我们反手为攻 赵少康就回了一堆 让整个蓝营大师分的话 我说这个 本来侯友宜的回法 我觉得大家各有评论 侯友宜 就是娘家的事 市场机制 这个大家可以讨论 可以攻防 可是赵少康讲 民进党要负责 民进党编租金补贴 天哪 一个国民党的总统 副总统参选人 居然是叫 民进党要编租金补贴 后来也有说 不要租了 后来直接讲 你就不要租了 可是所有台北市的朋友 或是新北 有家人 亲戚 小孩 文化大学都知道 市场的供需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供给方的市场 因为大家住在 文化大学附近的房子 是很少的 所以很多人如果租不到 或租金负担不起 就骑养德大道 摩托车下来 到士林站建坛站附近租屋 每天早上 你看最近那么冷 要骑车 然后危险地经过养德大道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攻防的重点 也让蓝营在最近失分 所以最近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 赖清德的民调 缓步的往上 我先讲为什么讲缓步 当然没有到很快 可是我们慢慢的 现在以美丽岛 今天最新的民调 逼近四成 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可以站稳四成 我们当然就觉得 我们赢的几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继续在努力 那好有疑哦 居然在最近赖清德 反手围攻之后 民调居然像是 那个倒V字的方式 这样子 开始往下下降 柯文哲是比较一致 柯文哲就是维持在 不到两成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今天的证件发表会 既然柯文哲 想要反手围攻 我们就看看 他到底能怎么攻 那我相信赖清德 也做好准备 侯友宜也不是吃素的 好我们看到这一次 柯文哲早上主动透露 他不排除会主动攻击 那刚才又跟大家讲 稍后登场的这个 第二轮的证件发表会 首先抽到第一个上场 来发言的是柯文哲 那么侯友宜是第二 那最后上场的则是 赖清德 而至于呢 今天三位 三位主帅上场 会各有什么样的战略 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们先